存好心,做好事,是最高的养生法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格。 我观察了一下,为什么佛法是最高的养生法。 因为佛法养的是心,当我们把这个色身舍弃时,恰恰达到了养生最高境界。 所以,佛法不讲你要这模样养好这个色身。 而是养好法身,这就是佛法的精髓。 一个人色身不健康,莫有什么,法身不健康,那就糟糕了。 比如说一个人不相信佛菩萨,不信三宝,不信因果,这就是法身不健康。 色身坏了,好好修行,下辈子做人继续修行。 因为色身对我们人来讲,是个房子嘛。 我们住一辈子而已,坏了可以再换一个。 但是法身呢,就不同了。 法身如果坏了,那糟糕了,就进入三恶道了。 俯瞰问题,是很长远的,看的是心的问题。 是究竟的问题,不是末节的问题。 佛不关心你身体哪里生病了,怎么治疗。 佛关心的是我们的心,生病了,要怎么治疗。 心治疗好了,身体就会好转。 比如说整部药师经,治疗的,就是我们的法身的病,心的病。 你看药师经将人,千贪极度,自赞毁他,讲我们不肯不施,不施的时候,如割身肉。 讲我们破了规则,不破规则时,就破了戒律,不然就是莫有正线。 就算有正线,却不想多闻佛法,有了多闻,但是增加了傲慢。 你看,整部药师经,讲的就是我们法身的病。 佛法的高度,在于就法身。 但是是不是不管色身了呢? 不是的。 因为抓住了根本,才有树枝和果实的问题。 这个法身是根本,莫有在心地上下手。 就算养生,你活个几百年,又有什么用呢? 所以祖师说,守住一个臭皮囊,好比守施鬼。 这是佛法的高度。 所以,如果我们知现正确了,配合简单的养生,是很能很好的调理哈好身体的。 所以,有些人不信因果,内心和天道相违背,是无法真正达到养生的。 养心是最高的养生。 很多人养好了色身,又能怎么样呢? 就是因为莫有养好心。 佛法是最高的养生法,做善事,行菩萨道是最好的养生。 因为做善事,内心做善事,行为做善事,纳摩就和道相应,和佛菩萨感应。 和道相应,和法相应,自然能得健康。 为什么会生病? 现在医院这么多,病也越来越多,主要是人的心染污了。 所以,净化心,我们的色身自然得到净化。 请不吝点赞 。